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圣诞节快乐 一开盘很快就涨120点了 结果又被打下来 收盘涨51点 是不是很可惜 开盘没多久就120点了 大家再加把劲 又再吹下去 就15点了 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嘛 结果还是又被打下来 跟昨天一模一样 涨也是啊 都已经涨了101点了 吹下去就15点了 结果还是被打下来收 涨57点 两天行情一模一样 两天的行情一模一样 身份管心没信心啦 大家没信心啦 都担心啊 外资要放假了 外资不在家 行情涨不动 所以只要一涨上去 有些人就卖掉了 甚至于当冲 找盘追上去 中场就杀出来了 你做什么地方要贪大钱 对不对 一直跟大家讲 你心要定 心定下来了 股票你把它破掉嘛 股票破掉 你才有可能 30% 50%都赚到嘛 谁规定 谁规定外资放假一定会卖股票的 你看两三两天 昨天买32亿 今天买了52亿 外资不是在放假 怎么在买股票 所以上个礼拜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了 没有那种规定 外资放假一定会卖股票 两天不是买了快110个你看啊 对不对 那你确定外资有在放假 你确定外资有在放假 今天为什么外资买了52亿 外资圈里面你如果说是外国人 他放他们传统年假是正常嘛 很多外资圈里面都是台湾人耶 因为你来台湾用本土的分析师 正常嘛 对不对 那本土的分析师他也不会放假啊 股市在交易 探钱比较重要啊 对不对 所以规定说外资一定会放年假的 没有那种规定啦 今天不就买了52亿给你看呢 所以不要让欧白想 不要乱想 你知道今天成交量2100亿 没救呢 去年12月25号成交量多少 700多亿 今天2100亿 很热络的市场啊 很热络的市场啊 每年12月25以后 每年12月25以后 行情都怎么怕你知道吗 礼拜六早上在台南下午在台中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这三场讲座我来告诉你 圆月必买股 圆月一定会起的股票 只说这不够 因为你们现在心订不下来 动不动想卖股票 这一次的讲座 我会拿连续20年 12月25以后的行情给你看 我会让你看连续20年 这是89到92 93到96 97到100 101到104 105到108 连续20年 12月25以后 台北股社走势 我20年都给你看 看完之后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你的心定下来 股票买了 加坡 我给你好标的才有用嘛 对不对 等一下广告时间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台南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圆月的必买股 圆月的必买股 你如果知道报名电话的 你也可以一边打一边听我的分析 这个行情 我在前几天就跟大家讲过了 戴着口罩买股票 戴着口罩买股票 疫情越严重 股市越会涨 更何况台湾 很安全的啊 176个匡列的 全部筛检过 没问题 save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嘛 是不是 可是你不能乱买 戴着口罩是必要的啦 天气冷戴着 也比较不会感冒 那股票不能乱买啊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底部的 不要去买管的 你要买底部的 不要去买管的 指数在1万4 当你选择买底部股票的时候 你已经无形之间 把风险给规避掉了 最后最后大盘真的落下来 管点就落下来 20% 30%嘛 矩点的7%去 3% 5%嘛 所以在选择底部股票的时候 你已经规避掉很多风险了 那气管就不要去堆啊 你要养成 在法人没归队之前 先买来等 让法人帮你抬轿 不要一直在追强势股 让主力 在帮主力抬轿 你看最近很多低价股 很多投机股 轮流到起来起去 那你追来追去 追来追去 更堆都堆在上面 更堆都堆在上面 不是吗 你看最近很多低价股在轮动 速度很快啊 你如果买不堆 都堆在上面 所以你要养成 买底部的好习惯 先买的蛋 让法人帮你抬轿 你要探30% 50% 你要探污 你还赚得到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市场资金 又回来电子股了 62%回电子股 电子股又重回主流群了 你看礼拜一的时候 记不记得 礼拜一电子股剩下57% 航运股13.6% 钢铁股5.4% 塑胶股2.6% 很多人在追产产股 我当天跟大家讲 像个礼破啊 这不是好现象哦 你看礼拜一 航运股全面大涨 钢铁股全面大涨 塑胶股全面也是跟着涨 我提醒你 爱税利哦 不要学买堆哦 太厉害了 你看讲完之后 很多人还更多人去买航运 更多人去买钢铁 更多人去买塑胶 那比重更拉高 比重更拉高 反而电子股比重降到52% 结果的 被主力跑光光了 叫你不要去堆 拜二航股是什么 一堆都跌8% 9% 钢铁股是不是一堆跌6% 7% 8% 塑胶股也跌下来啊 有没有 礼拜二那一天 外资大卖100亿 全部都没夹股票 我像铁股在那一堆就来说了 叫你不要去堆 我没在你堆啦 我在你堆堆我没好处嘛 我要让你看了我的节目有帮助 甚至于看我的节目你赚到钱 那我们才有合作的机会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的话你会听啊 林的燕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别的老师只要看到涨停板 他就跟你说好 看到跌的股票他就不告诉你 那林的燕是看到什么就跟你说什么 有但是行情的气 我告诉你危险不用摸 有时候行情在跌我告诉你 赶快减 我是忠于我自己的分析 不像其他老师都报喜不报忧 专闻三上停板跟你说 那没意义 收了盘 再拿涨停板出来讲 谁都会啊 对不对 谁都可以当分析师啊 有本书 你就要在行情没涨的时候 就开始讲了 讲到人家看到真的涨 他们才有本书 对不对 你看礼拜三的时候 很多人还执迷不悟啊 礼拜三还很多人在执迷不悟 继续追航运股 钢铁股塑胶股 你看礼拜四 是不是资金全部回来了 拜日资金回来电出购啊 那这些是不是 钱就掉下去了 比重是不是掉下来了 包含今天比重降更低了 钢铁塑胶比重降更低了 今天航运股还算乐落 占了将近快12% 可是航运股里面 剩下什么 剩长龙 剩阳明 万海 货柜真的是在涨价 尤其长龙 剩长龙 钢铁赶到七万几张 去赶到钢铁啦 咬到空丹啦 赶到钢铁七万几张啦 你做兜不贪就钱了 去放空去用钢去做什么 那现在空丹咬了七万多张 所以他会居高不下 等一会睡嘛 所以他在这里洗嘛 就算涨高了 空头不认错 航运也不会下来嘛 这样懂意思没 航运股除了货柜以外 散装货能你不要去摸喔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已经给你看过了 海峡型的 从四千二 崩跌到一千二 崩崩了 BDI的 波罗地埃指数的 运费从两千 崩跌到一千了 你不要说货柜的 大器 其他也没去 人稍微扭一下 你还要跳下去 这样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啊 当你跳进来之后 你就套住了嘛 当你跳进来之后 你就套住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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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下去 你就套住了嘛 要买之前做好功课 是最重要的 你看记忆体股也是一样啊 我十二月八号 旺宏晶元店初清 对12个催货的开始 我跟你讲啊 晶元制造 记忆体股 都不可以买 你看全部是不是下来了 对 许都买了啊 12个催货在家 12个催货都会最短点 12个催货都会最短点 12月8号正好在最高点 我跟你讲啊 大家都还在讲记忆体股好 我就告诉你 不可以买了 要赌了 那什么都买了 你看我的这边有帮助吗 我不用去跟你讲 涨停板的股票 你要买 九月就要开始买了 高鞋 美光开始调高报价 我就开始在讲了 你要买 高鞋就要开始买了 夹股票 高鞋开始不是大企 对不对 我押望虹第一波卖掉 押回来再做第二次 精力完之后冲出去 两段加起来就多少 最关起到46块 46.9 两段加起来就70%了 涨高要会卖 你买底部的 你可以不计成本杀出 两段坍60% 卖完之后 卖43的 剩多少 剩39 这样就对了 这样做就对了 卖掉之后 我就跟你讲 不要再买了 就卖再买了 晶圆店36块没掉 是不是落下了 对 薇钢 连续买两次 61 62.5 买完之后涨停 又大涨 量太大 出清 一个星期19% 落贷不理你了 是不是掉下来了 是不是落下了 再去买底部的股票 就好了嘛 又找底部买就好了嘛 记忆体跟晶圆制造 我只讲一支股票 像剩一支的买 像剩一支的去的 哪一支 买的光 我看好 我就继续说看好 我说不行了 就是不行了 我不会翻来覆去 昨天日月光是不是 起最多 大气 今天日月光 又创新高 我没有改口吧 对不对 我还是坐葬 我第一档 讲的就是日月光啊 我对隔点开始讲 开始买 一直讲一直讲 每天都在讲 涨高之后 我说没关系 只要睡 洗完盘之后 还会继续冲 你看记忆体股 开始进淡季了 只剩日月光 还在旺季继续冲 而且外资一直在加码 我说完之后 外资继续买 昨天日月光 昨天日月光 大气 5.8% 外资又加码 1万9千张 第一名 上市会买超第一名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要冲出去了 冲出去了 冲出去了 就八十八至九十五了 对五十九跟六十买 现在赚四十趴嘛 如果涨到八十八呢 是不是五十趴就贪到了 那这样做法 你一年 做三变 做四变 你就赚两倍啦 这样是不是最轻松 不用每天在那边追来追去 瞎忙 没意义嘛 是不是冲出去了 这个平台是八一七 今天已经八十三了 后星期继续冲 迈向八十八至九十五 但这个地方我不建议你去追 你要不可以啦 可是不要重压 你要重压应该什么时候 应该这里重压 底部重压没关系 涨高 就不要再追了 真的想买可以 拙量 听到不 拙量 不要重压 拙量买OK 底部重压会赚大钱 都已经涨了四十趴了 你再去买 就拙量就好 那也是会贪钱啦 那你想重压的 喜欢重压的 再找底部的股票 还找底部的股票 全创也是啊 要不然去就开始说了 9块3 9块3 9块4 10块5块5块 开始大了 是不是又是 外资还没归队 就先买来等 等外资来帮我们抬教 2离拜47% 继续去 55% 3离拜55% 因为很快耶 底部你要敢重压 涨高就不要了 涨高要买就拙量买就好 14块先买一半 先一半获利放在口袋 卖完之后 是不是就在这里了 等一下 去去楼楼楼 等它修正下来 我们才会来求嘛 昨天 国具继续涨 国具也赚很多啊 有没有 国具也赚很多了 最近什么东西都在涨价 涨价题材变成最热门的话题 面板也涨价 记忆题也要涨 被动元件也要涨 铜箔基板也要涨 晶圆制造也在涨价 封册也在涨价 传统产业的部分 货柜也涨 金属价格也涨 全部都在了 每样都在涨 问题是如果股价涨高了 你再去买就没意义了嘛 你要买什么 买 涨价题材股价还没涨的 那个才有桑基 那个才有桑基 等一下广告时间 大家进来报名 礼拜六 早上台南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的讲座 圆月的必买股 圆月的必买股 广告众服电话 集团广告休息后 马上回来 华信林老师25年操盘经验 精准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239-239-88 02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大家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台南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的讲座 圆月的币买股 哪些股票哪些产业 在一月份开始进入旺季 股价一月开始涨的 我来告诉你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会让你看连续20年 12月25号以后台北股市的走势 我会让你看连续20年 如果只是一两年 那算碰巧 如果20年行情都是固定那样走 那你就放120个新 所以这边的影响很重要 我要安你的心 让你股票买了感爆 那你资金才贪得到 被动严肅要涨价 昨天国具大涨 要冲出去了 今天国具稍微停顿了一下 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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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具贪很多 对 我们也是从台北开始买开始说的 300日或4日就开始买了 买了之后每天讲每天讲 10天说 300多我就喊500块钱了 我已经足足讲了三个月 9月25买 今天12月25 你看我节目 整整看三个月的 你有买国具吗 不要说看三个月啦 你看两个月看一个月 你随便买随时买 你都赚钱嘛 是不是 你如果没买是不是很可笑 对隔点就开始一路他讲了 也是先买来等外资帮我们抬教的 起到526块 一张贪26万 一张赚20万 十张赚200万 买10张320万你有没有 你都有啊 你要买不买而已 你愿意跟我请买 三个月时间320万赚200万 这样过不过瘾 这样过不过瘾 最近涨高在震荡 我也是跟你讲 放心啦 是不是站起来啊 打下去放心啦 是不是爬起来 打下去安啦 想过去继续涨 继续涨 继续涨 昨天又开高涨 外资继续买 融资一直减 筹码都跑到特定人手里面 整理快结束了喔 下星期就站出去 达到五度有机会来喔 老师他可不可以买 你早该买了 三百几个月就说了 现在起来五百几个月 你要想到 可以啦 着量啦 你在低的时候 重压 在高的时候 就着量嘛 也是会起来啦 现在买也是会贪钱啦 现在买也是会贪钱啦 可是你量不要买太多 要买多 你应该在底部的时候 不然你跟我一起做啊 我带你进我都会带你出 我只买底部的机油股 我不会让你买 投机跟业绩烂的 我再继续带你布局 后面会起50%的股票 每行都在起 那你要买什么 买还没涨的 你看最近国际同价 飙了70% 从每顿4685美元 涨到7968美元 那居高不下的原因 库存从28万顿 减到上11万顿 所以库存这么低 价格不容易下来 那价格不容易下来 很多人可能会看到铜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铜箔 你知道印刷电路板是 电子行业的基础产业 因为你任何零件 包含晶片 全部都要做在 印刷电路板上面 才能够运作嘛 所以印刷电路板 是电路股的传统产业 那铜箔更是里面 最重要的元件 你看最近 金居大涨50%了 台药34%了 联帽30%了 最重要的台光电 你知道台光电 是最大的铜箔供应商 铜箔基板供应商 也是全球 五乳基板最大的供应商 因为现在规定嘛 手机平板电脑 全部都要用零污染的 五乳基板 台光电是全球最大供应商 结果探最多 快点没去 探最多快点没去 探最多快点没去 这个是我所说的啊 你要买那种还没有涨的 虽然外出发力 不是没道理的 还有哪些是底部还没涨 一月份要开始起涨的 我演讲会中 两点钟的时间再来讲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台南 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的讲座 圆月的币买股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